進入這裡是一個停車場 就是一個停車場 那它的右側呢有 風車 風車很方便 那左邊這裡呢 也有休閒的涼亭 車水的涼亭 比較冷的地方 今天剛好有太陽出來 非常暖和 走起來就很舒服 所以有空閒的話 可以全家大小 一起來這裡 卡清 也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這裡就是我們的西東義站 齁,來到這裡呢 我們還可以聽到鳥叫的聲音 齁,從底下走 從這個底下走呢 是到翠谷廣場 從這個小進走呢,是一個環山步道 齁,環山步道 齁,它全場大概 只有680公尺 齁,680公尺而已 齁,那我們就往 小進的山路 齁,看看這個水深 齁,這一個有分 齁,大環步道 齁 但是呢,我們還是去 齁,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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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路段呢 比較原始齁 齁,都是 石頭路 齁,石頭路 齁,沿途呢 都是 蠢蠢的吸水深 齁,這個是一直往上 走的齁,往上倒的路徑 所以,來的人呢 最好 齁,帶一個手杖 齁,就會幫助你 齁,這個 比較延時的步道呢 齁,也有青苔齁 齁 所以走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很容易滑 齁 又有陽光 又有微風 還有蠢蠢的流水深 哇,是一段 非常棒的一個 路徑 好,我們繼續往前走啦 好,這裏要特別小心齁 因為這裏 落差比較大 在這裏 步到行走呢 可以享受 奮鬥金 齁 其實 在都市裏面呢 啊 每天 都是吸著會氣 到森林裏面呢 就可以享受一下 奮鬥金 讓自己的肺部呢 乾淨一下 也讓身體呢 能夠更好 來到森林裏面呢 可以大口的呼吸 大口的呼吸 把奮鬥金 這些護理質 往森裡面加添 讓身體呢 能夠更活躍 好,這裏有小小的 休息區 在這森林裏面呢 是一種享受 因為 都市裏面 是享受不到的 那麽這段路段呢 也不輸給 江子寮 絕壁那一段步道 這段步道是非常漂亮的 我們繼續往前走 在這種深山裏面呢 隨時隨地都有一些野生動物 但是有 我們也需要 做保育 做保育 要不然 很快的 這些野生動物 就都沒有了 就都沒有 這是一處休息區 在這裏成鳥面 也非常舒服 上面還有很多山豬 好,這裏的步道咧 有成熙整修過了 用網狀式的這一個 學師網 所做成的步道 好,我們可以看到 阮東峽谷裡面 就是有那麽多的 峽谷啦 滑布啦 都非常漂亮 都非常漂亮 哇,還有 下面還有一隻 在前面那個石頭上面 好,有一隻這一個 雀鳥齁 往上 往上走 好,就在石頭上面 就在石頭上面 好,我們繼續往前走 繼續往前走 好,現在上去的路咧 就 比較 不合走 就是大岩石 好,再來就 又 好走的一段路 從這裏看我們剛剛走過的 小橋,就在底下 好,我們繼續往前走 好,我們繼續往前走 走大環步道呢 其實 也蠻好走的啊 很舒服 而且呢,路也不會說很難走 只是 有些地方是比較高高低低的 但是只要小心就好了 只要小心就可以了 好,哇,這一段呢 又是上坡路段 上坡路段 可能要再 休息一下 再來爬 早上呢 抱成愉快的心情,來到 暖冬峽谷 也帶大家來走一趟 暖冬峽谷 整修過之後的美景 那 各位好朋友呢 也能夠欣賞到 不只是我們基隆市的市民 以及外縣市的朋友 也都能夠 找個時間 來踏踏心 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好,休息夠了 我們還是要繼續 往前走 GO 到這裏呢 是一個岔路的地方 好,這一個岔路呢 後面步道呢 是沒有納入在 暖冬峽谷的這個園區規劃路線 如果要行走的話 要自己確認自己的體能 還有狀況 才行走 好 那他是去 東市的 大輪 好,我們剛剛是從 西東驛站 走到這裏 好,然後現在等一下呢 我們要走 滑鋪 滑鋪還有280公尺 那麼我們現在的位置 是在這裏 然後我們等一下往這邊走 然後 往這邊走 然後 我們會走到滑鋪 然後走過來 然後到古厝遺址 然後再往上走 往上走到 百年 土地公 好,我們就往前走吧 走在大環步道裡面呢 是很舒服的 阿德呢 雖然走了滿頭大汗 可是呢 很舒服 讓 體內的毒素 再次上發 讓身體更健康 所以呢 很盼望 我們的親朋好友 都能夠來 懶東峽谷 享受一下 享受一下 這個 林間的 芬多金 讓你的身體更舒服 更舒服 這個是我們剛剛走 走進來的 步道 好,我們繼續往前走 往滑鋪的方向 前進 好,前面是一片竹林 也是一樣石頭 有很多青苔 好,要小心 好,前面就是我一片竹林 好,整個竹林非常漂亮 好,竹林下去呢 又是一座小橋 這裡有一個小滑鋪 好 從上面一大片的 原始區 然後 一直向下滑行 好,等一下我們會到下方的這個滑鋪區 滑鋪區 沿路呢 比較不好的走的地方 都會有 這些 山友們或是說 當地的這些民眾呢 很細的這個繩索 可以扶著 當一個助力 當一個助力 我們又來到岔路處了 好 往我們的 那個 往上走 往上走 這個步道呢 然後右轉 左轉過去咧 就是到大清農場 好,那麼 往下 往右側下去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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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滑鋪區 滑鋪區 往右到滑鋪區去 哇,滑鋪區這個...這個步道呢 也很特別咧 很特別 把它做成一格一格的 然後用碎石把它填滿的 但是走還是要小心 有些...有些階梯的碎石已經 比較線的比較低的齁 很容易會踢到 很容易會踢到 那...所以還是特別小心 蛤,走到滑鋪區咧 雖然只有115公尺啦 可是也是算... 蠻深入的地方 好,這裡有比較滑,要特別小心 好,因為這個路是... 從... 岩石上面的倒出來的階梯 好,這裡咧 比較難走齁 這裡旁邊有個特殊 好,可以扶著這個特殊 往下走 好,謝謝 新年快樂 嗨,新年快樂 來,三公尺 好,從這裡到炸新農場 大概有750公尺 然後到翠谷廣場 有205公尺 好,那我們看到很多 我們的好朋友 都來到這裡以外 好,這裡就是我們的滑鋪區 滑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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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送鋪區 我們要下來 嗨,大家公佈 新年公佈 新年公佈 待會兒來喔 對啊 我們怎麼來 白白 白白來喔 哇 這樣喔,哇,歡迎歡迎 我們都幾個人 是是 歡迎你們來這裡出頭 有幾個人嗎 哈哈 很好,很好 應該水比較多 是 因為整個日子有漏浩 漏浩浩在那裡水會比較多 好,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滑鋪區 滑鋪區 非常漂亮 因為前些日子有下雨 所以這一個雨水就 就比較多 好,那這裡也是一個 拍照的一個好景點 很開心 我們看到 我們有台北來的朋友 還有我們宜蘭的朋友 來到這裡 走在森林裡面享受 歡迎他們 嗨,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好 我們就繼續玩 往上走 小心喔,小心走喔 隨便 隨便可以拍照 隨便可以拍照 很漂亮 我們就繼續往上走 往上走 然後走小環步道 到 翠霞廣廠 你好 大家好 歡迎你們來齁 好,我們走小環步道 小環步道 從大環步道接小環步道 也是非常好走的一個步道區 是非常好走的 那 我們從這裡走呢 也可以到古厝遺址 好,從這個步道下來呢 沿途呢 我們都會看得到 是一條非常好走的步道 你有沒有感覺 這一棵樹的這個部位呢 好像一隻動物的形狀 他的尾巴在 尾巴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身體頭,眼睛在那個地方 眼睛在這個地方 非常漂亮的一個地方 其實 就是 大樹勒 在 長年累月的這個 呃 工儀的浇灌呢 他也會產生很多不同的形狀 很多不同的形狀 而讓這些樹木更有 畫面 我們慢慢走下來 即將接近 這一個 廣場的位置 古厝遺址 應該是在前面的 岔路的地方 岔路這個地方 岔路這個地方 上去 也是去大群農場 也是去大群農場 從這裡上去 有860公尺 然後 這 到翠霞廣場 是85公尺 85公尺 然後到古厝 就在底下的地方 底下就是我們的 東芝西 東芝西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岔路處 小橋流水 岔路處 這個地方 往古厝呢 只有20公尺的地方 齁 那我們就往上走 到古厝的位置 去看一下 好,這裡就是我們的古厝遺址啊 古厝遺址的位置 古厝遺址 古厝遺址 這個就是以前的古厝遺址 這裡也有一個橋墩 有一座橋墩 有一座橋墩 我們 我們咧 再往上走咧 就可以到 那一個不同的 方圍 不同地方 我們再往上走一下 古厝遺址 古厝遺址 對面也是 好 好 那麼在這裡咧 我們看到 是一個 古厝 也是古厝遺址的地方 古厝遺址的地方 是一大片的廣場 整個古厝遺址 非常寬廣 非常寬廣 好 真的沒有路了 沒有路了 意外的風景 這個就是阮東峽谷的美 大哥你也是 你之前有來過這嗎 我是基庸人 所以我經常來 我們要去走那個小步道 是走哪邊 小步道是要從另外一條去 從另外一條去 就是我們剛才進來那個位置 往上走 對 往上走 或是往右邊走 一圈嗎 對對對 它可以接大環步道 我們走小環就好了 走小環 對 謝謝 不會不會 好現在我們來到這裡的 廣東峽谷的另一個角落 非常漂亮的一個角落 這個地方呢 有我們漂亮的峽谷區 峽谷區 寬散的流水從上往下流 感覺就非常漂亮 好 那麼我們就沿著小環步道的這個 古厝遺址 再往回走 往回走到我們的這個 翠谷廣場 好我們又回到了古厝遺址 這裡有休息區走累了 還可以在這裡休息片刻 從上走勒 是到百年的土地公廟 那我們就去走一下 到百年土地公廟 讓大家也看到一下 從這裡走勒 沿途都是上坡 好 我們 上到了這個 路段頂端 那 從我們的左手邊走勒 到翠谷廣場 從右邊走是到百年的這個 土地公廟 我們繼續往前走 還有290公尺 這條通往百年土地公廟呢 這條通往百年土地公廟呢 這個步道呢 也非常好走 好,這個步道呢 有重新檢修過 所以呢 有非常好走 但是 如果下雨天的話 就很容易產生這個 嗯 青苔 像我們可以看到 旁邊的 磚塊 這上面都是青苔 好,我們就往前走了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樹藤 趴滿了整個岩壁 好,車在這裡 也可以看到我們的 小瀑布 小瀑布 好,前面又是一座橋 哇,好美的地方 從這裡可以看到 整個小瀑布 好,前面又是一座橋 哦,整個峽谷 整個峽谷非常漂亮 那旁邊呢 都是岩壁 好 所以呢 走到這個步道裡面呢 我們看到的是 這些岩壁的美 哦,岩壁的 好,我們到了一個 涼亭區 這個涼亭區 我們去看一下 看一下岩壁 好,我們有沒有看到 整個岩壁是陡峭 非常陡峭 好,那我們就繼續 往上找 這個涼亭也很特別 你看 這個屋點就好像一個 車輪一樣 就像一個車輪一樣 很漂亮 好,我們就往上找 目前到百年土地公廟 還有70公尺 從這條路上去 這條路上去是去大圈農場 從這條路去是大圈農場 從這邊走呢 是去百年土地公廟 好,那我們就往上走了 好,現在有比較陡峭一點 我們還是要往上 好,這裡我們看到了蠢蠢的流水 非常棒 好,這個就是 暖冬峭谷奇特的門 好,在這一個多小時時間呢 也把暖冬峭谷呢 最美的地方 都一一的呈現給大家 那麼我們現在要繼續往上走 是到百年的土地公廟 那個地方 好,那到 百年土地公廟之後呢 我們的行程可能就要再往回走 往回走到我們的 脆 脆谷廣場 然後回到我們的這個路口去 來結束我們今天的流程 好,那我們現在不耽誤 我們就直接往上吧 瞎堵了一個峭壁 好,非常美 那在石頭上面 在那個石頭上面 也有一隻脆牛在那裡 好,我們就往上走了 從這裡開始就慢慢的 往上爬啦 往上爬 路有比較陡峭一點 好,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順著 上山的路 往上爬 相信你會喜歡這一段路程 好 好,我們已經來到了 百年土地公廟 好,後面這個就是我們的 百年土地公廟 好,從這裡呢 拉繩索過去呢 可以走到我們的 這個 繩索過去可以走到我們大清農場 大清農場 那麼今天我們就 不走那一段 我們就走到這個地方 好,那麼我們就往回走 到翠谷廣場 從這裡到翠谷廣場呢 還有305公尺 嗨,你好 好 好,我們又回到我們的 峭壁區 這個峭壁 齁,可以媲美江子寮絕壁 齁,巨美江子寮絕壁 而 有可比它更漂亮 好,這裡是峽谷區 齁,回程過程 我們依然欣賞一下 沿途的美景 又回到我們的涼亭區 其實在森林間呢 就可以欣賞到很多的美景 不論是這個溪谷啦 峭壁啦 走到小環步道呢 開到滑鋪啦 然後 沿著滑鋪的小環步道 然後再走到我們的主力公廟 然後再回程 走到翠谷廣場 然後再沿著翠谷廣場 到我們西東驛站 然後再走到我們的路口處 整整一個循環 也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行程 雖然時間不長 但是 也可以讓你走得滿頭大汗的 也有運動到的 有運動到的 這一條 步道呢,說實在 只有在大環步道的部分呢 走起來會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都是原始的這種步道區 小環步道區呢 就會比較好走一點 都經過整修過 經過整修過 所以呢,步道都非常好走 下來這一段呢 也是水泥路 水泥界梯非常好走 好,前面呢我們看到了這個 很多的帳篷區呢 就是我們剛剛進來 拉波波村 這裏也吸引了很多遊客 來到這裏遊玩 好,我們剛走了 好,我們就往暖熙廣場 來,走 嗨,大家新年好 嗨,新年好 新年好 這邊到那個 嗨 那個什麼 百年峽谷 對,百年峽谷 百年瓜土地公 多遠 不遠 要不要20分鐘 不用 十來分鐘就到了 太好了,謝謝 十來分鐘 不會不會不會,歡迎 好,這裏就是我們的軟溪峽谷 軟溪峽谷 那這裏也做了很多的堂役 可以讓遊客來到這裏 可以休息一片刻 慢慢的走 往暖熙廣場 這裡暖熙廣場 那麼這個步道呢 就是我們 從走去滑鋪的位置 滑鋪它可以從另外一端上去 也可以從這一端上去 那麼 這邊就是我們的這個 百年土地公廟的步道 百年土地公廟的步道 好,那麼我們就往暖熙廣場 前進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軟溪峽谷 那麼 我們從這裏下來之後 上面就是我們的 西東 西東一站的地方 西東一站的地方 那我們就不再上去 我們直接從右側的這個 雪坡上去 在軟溪峽谷 這樣繞了一圈之後 也可以讓大家看到 冷凍峽谷 它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地方 非常棒的地方 也很吸引人 因為來到這裡呢 我們剛剛有看到了 很多的這一種 台北的朋友啦 宜蘭的朋友啦 甚至於更遠的朋友 來到這裡 來欣賞這個峽谷的美 那這個是基隆景點當中的 一個非常吸睛的一個地方 好,我們花了一個半小時 帶大家走完了這個冷凍峽谷 祝福大家 謝謝,再見囉 拜拜